这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第39个世界人权报告 继续对中共、俄罗斯、伊朗、朝鲜、越南、叙利亚等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 趁这些国家在言论、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方面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 报告中提到2014年3月的建三江事件 中国维权律师唐吉田、江天勇、王成等 因为调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监禁的问题被拘留、遭到酷刑 甚至被吊到天花板上蒙着头殴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发言中表示 侵犯人权往往与腐败和暴力共存 关注人权状况关系到美个人的安全 今年报告发表的时间超过了美国国会规定的2月25号截止日期四个月之久 是这项报告史上延期最严重的一次 新台湾记者林木然综合报道 明镇上京都白色彩 明镇上京都白色彩